使君之路 却不能为陛下分忧 微臣惭愧 微臣愿减去一半俸禄 虽杯水车薪 但能为黄河坝上多添几块砖 也是好的 陛下 陈也愿俸禄减半 好 好 朕准了 谢陛下 顾爱卿 你因何发笑啊 回禀陛下 这臣在想钱库亏空 是因为钱超出了贪官 那想追回库银不是应该 查明账目 离情花销吗 微臣是没想过拿自己的俸禄去补这么大的窟窿 自谈行贿 不如各位深明大义 滚自嘲 顾爱卿 你的想法不错 但是钱朝账目繁多 千头万绪 又经过连年的征战 文书档案遗失较多 恐怕 有心无力啊 陛下方才说 凡事都有个开始 臣不才 愿做这个开始 父皇 儿臣也愿接受账目之事 玉儿 你这是何意 此事事关重大 无人比儿臣更适合去做了 而臣愿为父皇分忧 玉儿 你经验上前 暂且退下 是 查点前朝账目一事 就交由顾爱卿去办吧 着你一个月之内 给朕一个满意的答复 臣遵旨 陆爱卿 臣在 顾侍郎毕竟年轻 又是你护部的手下 你带一带他 顾侍郎天资聪慧 乃可造之才 日后定然是护部之动量 微臣一定毫不藏私 倾囊相助 你们先去看 红尼 一礼 你 by bwd6